首先我们要来看的是台中 台中在台下小英在上面的时候有人丢钱上去 台中这个场子是爆满的 看完之后我们要看台东是在今天晚上 光台东那个地方所谓的翱山竟然有两万人到场 情势真是不一样 那我们先来看台中的场子 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在副总统参选人苏嘉全陪同下进场 热情民众挥舞旗帜不断挤向前 短短一百公尺的路走了将近十分钟才上台 蔡英文看到台下挤满了人相当感动 说明年大选决战就从台中开始 民进党进来推出小猪铺满 号召小额捐换蔡英文讲台上就放了一个 说着说着台下突然一名民众丢出一团东西 一度让维洋人员紧张了一下 一看原来是民众当场捐出一千元 台下有民众捐款支持台上则有三名前行政院长 游锡坤 苏贞昌及谢长廷前来站台 蔡英文苏家全大台中市区竞选总部成立 绿营天王情义相挺 预估有上万民众到场 一同为民进党决战中台湾 好 这是在台中竞选总部成立 说现场是这个爆满的 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台东 在今天晚上 所谓的后山后山 他说后山现在变成山 来 我们来看 福西奥 这个热闹场面来自于台东 目前民进党总统参选 蔡英文的台九线造势活动 今天晚上在台东 举行后援会成立大会 那么现场摇旗呐喊 可以看到很多人都已经 把这个现场给挤爆了 民进党中央刚也定标了 现场来了两万人 那么蔡英文也说 这是有史以来台东最多人 最热闹的一场选举造势活动 那么蔡英文也说呢 希望大家现在是下决定的时候 未来总统的候选人 未来总统的领导人 一定要选一个有担当的人 来听蔡英文怎么说 这是一个要下决心的时候 要找一个有决心的领导人 而这个领导人 必须要承担困难 在最困难中带领他的人民 走出困境 走出困境 就像2008年的民进党 陷入困境的时候 是我带领民进党走出困境 今天的民进党已经恢复元气 今天的民进党准备再挑起更重的责任 我相信2012年有蔡英文的团队 来带领这个国家 我们这个国家很快就会恢复元气 走向未来跟着是不是 走向未来 好那么蔡英文讲话的时候呢 台下不停的摇旗呐喊 并且也说呢 喊出要把小英送进总统府 让这个深蓝选区后山变前山 那么蔡英文在讲话的时候 看到他的舞台上面 讲台上放了一个红色的小猪公 那么这个铺满的头臂口呢 就有一张千元大超叉在上面 那么这是刚刚蔡英文进场的时候 有一名这个小儿木团的民众呢 把这个猪公给蔡英文 那么蔡英文也趁机就把它放在 舞台最醒目的地方 他也趁机要来行销 民进党的十万小猪助选团的活动 那么今天晚上呢 蔡英文在台东度过 跟圆明一块来过这个今天的晚上呢 明天他将会来到花莲 继续要延续台一线一路长虹的气势 徐老师台东呢 台东怎么会有两万人啊 对啊 洪你我刚才看了也很惊讶 我还问郡县说 是不是从台南运过去 洪你我的意思是说 台一线热的时候 有台湾民主人说 那是同一批人啊 从屏东台南高雄下运来运去 我说那你去讲 你去讲说这是从西部运来的 洪你我一直说 今天小英跑去兰宇 刚才年晃讲得好啊 洪你我今天看新闻才知道说 马英九从来没有去过兰宇 一任总统下来 最重要的一个岛 放了合肺料 你那么 小英今天道歉三次 我觉得他干脆道歉四次 帮马英九道歉一次好了 洪你我为什么要讲 一个总统不能这样子 这么重要的地方你不去 你不能因为他选票少 都是我的票我就不去 洪你我觉得 今天我们看到小猪 我们今天看到台九线 我们回想到过去的台一线 这整个过程都怎样 不只是选举造势 我是觉得台湾人 有一个新的认同形成 大家很喜欢谈说 这个跟以前阿扁的时候 2004年的时候 2000年的时候比 我不认为这是一样的 我不认为这样 我们现在遇到问题不一样 台湾现在处境也不同 我们有新的领导者 我觉得民党现在是找到 令人民感动的力量 小英是这个代表 今天我们谈小猪谈了那么久 不是说那个钱有多少 或者真的能不能怎样 而是今天台湾人民 要形成一个认同 要表达他的心声 是透过这个方式 我觉得小猪我们从小到大 搞不好每个人小时候都有小猪 那是要什么 自救救人 你存钱在那边 以后你有需要的时候 你有个钱在那里 你想要捐去帮助别人 你有个钱在那里 台湾现在处境 不是要自救救人 我们今天如果真的都把钱 拿出来 这可以救台湾 就像你讲 这是救台湾的事情 是 不然这样 说基人也一万人 以前不太可能发生的事情 现在都发生 这件来的事情也没什么可能发生 这有一个本书上 他说野田家宴 他说为了筹筹东日本大地震災后 重建资金 跟争取国民支持者加税 结果他说 他自己 减薪水减三生 所有的部队 部会政务官的薪水减多少 减两生剂 从三成到一成 这样啦 并且说听到说两生 这个修训 修训你知道它减多少 修训减薪三成是多少 你知道吗 每年我们不要用日币 因为日币大家不清楚 台币是减四百六十五万 就是说一国会减差不多四十万 三生 我们的总统是加税多少 三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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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国会超红五 一年超级十八万 一年超级十八万 如果要领域 年中间超级二十万 对 结果国家会三千万变多少 四十万 加税二十万 国家会三千万 加一千万变四千万 他的提减的费用 对四万 加到五十万 加多少 加十二百 十二点五倍 加四十六万 一个总统不断提自己 加福利 到底他心目中 没感觉说这样 对面八成的印象不太好吗 龚宇别忘了 野田家彦 我如果没记住 没记住 对 他是日本优数以来 上山的 上山水 他是日本优数以来 上山的一个超级十万 他不是好验人 他不是说我没差 那一句四十万 四十万对他来说 可能是很多钱 但是因为为什么 我觉得他那个代表就是说 我跟全日本的国民 一起去感受这样的难过跟痛苦 因为东日本在災后重建要花钱 现在日本政府要加税 因为加税人民绝对会很大 但是超级说好 我给他减薪水 大家支持 马英九那你叫做什么 马英九那你叫做什么 别忘了 马英九还答应过我们 六三三做不到要捐薪水 他不只没有捐 自己还一债加薪水 我觉得马英九这个人很简单 该是他的他绝对不会放弃 过去特别费 我们就看他出来 一班一班 先入于口座里面 该是他的他不会放弃 可是我觉得马英九 你今天忘记了一件事 你今天有什么 参与的参与参与这么痛苦 我认为你当时如果六三三做不到的时候 第一年第一年还是第二年 你知道做不到的时候 你薪水马上关一半刀 我认为你今天没参与这么痛苦 也不用去搞什么两岸 调起两岸议题 调起族群之间的矛盾跟对立 这些都不需要 你就是因为这件事你没有做到 所以你现在选得这么辛苦 可是红瑜你刚刚问一个问题很好 有什么马英九 这样就 薪水又加 这个薪水加薪水 建保要加 国务需要加 对 台湾人民 你没想起吗 人家当时也加很多 对 当时那不用算 有的是我们算没对 我们现在知道7、80亿 我们不知道又不知道多少 我是说台湾人民 你难道你没想起吗 一个总统做到二十六 难道你不觉得 加这些钱给他是很不应该的吗 你去对比李民伯 不应该怎样 你去对比李民伯 你去对比李民伯 野田佳燕 很简单啊 梅尼请他休息 不要走就好了 对吧 现在美国给政党论体时 看他为什么三年 可以用一页的国务教育 那小婆娃娃拿出来看看 到底你怎么用法的嘛 过期我们看的总统 但这比较渐渐在国务教育 我们也要看过三年 一个网络说三年 用一日的总统 他说他在家睡眠三十四年 你怎么会相信 我又不怕你去买一层的 面穿好专门 给你买一层新的面穿 跟面皮给你好吗 不要这样 让人觉得我们国家 有得散到这种地步吗 公众你有话讲吗 花三月但是三年花一月 但是说那面皮要花三十四年了 三十四年啊 你让人 你不知道现在面皮越多年越厚 越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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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厚越厚越厚 不懂 不懂那些落差感 有人说面不是太矫情 就是什么 原来我说得很好 日本这个災状是没有钱的 他好像说要付多少年 就是什么 意思是说他是很滑溜的 人他可以起来这样观察 日本评论说 说日本在災状 換到很快 用这个有可能做得更久了 人他现在点点出来给你看 马英九的财产成功是 最要很厉害 他为了 不是 应该是超过一 超过一 他为了可能加三百 他也要搭 他不怕他也要搭 他家里要搭三十四年的米坡 他搭 他搭 他搭他搭他搭 他搭他搭 他搭他搭 他搭他搭一口 不过他不敢说 搭得大腿搭大家都看 我听说也没什么看 徐老师 洪宜我觉得日本很笨 韩国人也笨 这些首相 这些总统只要讲一句话 我捐钱可以解决问题吗 捐钱日本就可以重建吗 捐钱韩国就可以七四七吗 洪宜 捐钱当然不能解决问题 可是当你首相捐钱 当你总统捐钱的时候 代表什么 你支持 你态度 你知道你做错 你愿意改变 連方講得好啊 我覺得馬總統你最好聽連方 明天捐錢看看 你看 你明天捐錢的時候 今天他承認他錯了 他就不願意承認錯嘛 他現在已經沒有機會捐錢了 他今天已經沒有機會認錯了 時機過了 時機過了 就跟你一直要他把綠卡 私銷證明他出來 有機會沒有 他今天在講說 還在 還在 實機還在 對 你下台時機還在 可是我要講說 今天你做的這些事 你今天再出來講說 我們全家都是台灣人 我聽了這句話 我正在想說 馬總統 你身分不明 結果你還敢講 你們全家都是台灣人 是 來來來 黃金十年在這裡 這是有一個朋友 他說他是社會工作者 他是國勇士民 叫做余忠勇 他在自由時報 投了一篇投書 他說在寶島一村 他看見野蠻 標題是這樣 他最後是說 他要去看那個什麼 兩葉就去那 兩葉是五百萬那樣 我就寶島一村 沒有 這一篇不是兩葉一千塊八百 他一夢想加班 這包大一村是賣的 最近在高雄院 是是是 他說我在禮拜五下午請了假 趕到衛武營去排隊 就是為了搶第二排 絕佳觀賞角度 會說第二排的原因是 讀者都知道 第一排永遠是長官保留席 幸運地排在隊伍前二十名 所以如果要排第二排 一定沒問題 等了兩個多小時 在工作人員指揮入座的時候 他發現 他只能做第八排 從第八排開始做 他就詢問工作人員說 得到的解釋是什麼 說前七排 要保留給重要貴賓 他就很納悶 到底有哪些人那麼重要 需要空出兩百五十個座位 如果保留給在場辛苦的志工 他沒有話講 欣然接受 叫點外精料 我的後方無止盡的人頭 就是說一隻在地八排 地九 地十 地十 一直往後 無止盡的人頭 大家都擠得摸摸摸 前方空盪盪 八排空盪盪 這個時候陸續有貴賓進場了 我前面做了五位 感覺像一家人的人 一家子的人 我就很冒昧請教他們身分 其中一位很嚴肅地跟我說 我是媒體人 我好奇地問他是哪一家的 他不耐地對我說 我是記者的姐姐 這樣 更小 他說你不是自己媒體人 你是媒體的家人 隨後他又看到 類似的一家人 一家人進入保留席 所以都幾個月來 你知道嗎 工作人員忙著給這些貴賓們 一人一瓶飲用水 他說這兩百五十位 是具備何等身分 可以不用排隊 可以不用等候 不好意思 我再加一句好不好 可以不用花錢買票 應該這樣吧 對 我們民眾已經學會了排隊進場 你們為什麼還是那麼野蠻地握著威權 最後一句 我想這上面有說黃金十年 黃金十年 身為媒體人 我以有這種同業為詞 很減少 我們在做記者的時候 當然有時候也會有一些表演會送你票 通常我們的處理是 本人如果不去的話 大概就也不會說 這個拿給爸爸媽媽去什麼 他給你一張票就是一張票 不可以做這種事情 但是我覺得 我覺得還不只是媒體人的問題 因為他問到那個機會還是媒體人 那請問其他兩百多個都是媒體人的家人嗎 我看不是 這些人顯然就是在主辦單位的認定裡面 這些很重要的人 他們是有特權的人 寶島一村演的是什麼 寶島一村演的是一個眷村的故事 他裡面的故事其實講是 過去台灣那個時代 貫村有貫村的故事 但是當中台灣其實是一個威權統治的社會 所以他裡面其實有一些討論到這些問題 還滿有趣的 可是在演這個戲的同時 你不是自己也在製造另一批新的特權 我們不要講威權 你在製造另一批新的特權 這個人有什麼要排隊 有什麼有人送水給他 你要工作人員送水 應該全場的觀眾每個人送他一瓶礦泉水 為什麼這些人第一不用排隊 第二可以做前八排最好的位置 第三為什麼他有特權 可以工作人員送水給他喝 這些人是何方神聖 難道這是台灣嗎 因為我覺得頭前那250位空間 我覺得馬總統票的很多 那些都是投給他 你看看 這個可能有250票 但是後面兩、三千人是不會投給他 對 另外一支部長有把商品協助 前面開始扛貴皮 上面有什麼貴賓保留時 你給他討論 你不覺得他會讓你收起 前面還扛後面 這個前面扛那個角 如果說你如果保留 就說給他對國家有貴賓的一些老英明 我們也沒有貴賓 但是不是啦 到底你是保留的什麼人 同樣是這些人 問上這些貴賓 花兩億元 有時候讓你想說 到底馬英九位 你為什麼票的糟糕 多幾萬人在哪裡 你自己有競投給我嗎 來 再看一片 這是陳文青 他說他是研究員新竹市民 他說文件費有兩億一千五百萬 他說秋意不是在庭東縣政府 2009年主辦鮑瑞里斯弦樂世從臺活動 他是由野嶺基金會 野嶺基金會就是蘇加傳新年 由野嶺基金會以22萬元得標成了 基金會又另外向其他單位 募款30幾萬 因此把錢納入基金會口袋 這是秋意的邏輯 他說鮑瑞里斯弦樂世從臺活動 是加拿大吉露盛名的樂團 曾巡迴在世界各國許多主要城市演出 居然願意下鄉到屏東演出 為什麼 因為裡面樂團的首席大提琴手叫陳士林 他出生於屏東 有了這層地緣 所以屏東縣的鄉親才可以用區區二十幾萬的代價 享受世界級的音樂饗宴 不好意思 說二十幾萬去人攪到... 都不知道攪到哪裡 人家兩葉花都沒關係 台灣小偉不就是這樣嗎 二十多萬去查 然後兩億多的歌舞劇不用去查 然後在長治鄉一坪兩千塊的農地 建的農舍要去查 五億兩千多萬買的豪宅不用去查 台灣就是像雙重標準 我們如果用單一標準 包括蘇蕭犬的農舍 包括...好,你去查野嶺 二十二萬的這個經費沒關係 兩億多元的辦一場歌舞劇 然後演兩天 這個裡面創意費四千多萬 今天我看到一個文化工作者 他說... 他說每一項活動都有創意費 創意費編到四千萬 請問哪一項活動沒有創意費 那以後這樣 以後所有通通都講創意 包括以前花博 我們質疑他太高 那是創意 你們沒水準 還給你倒打回來 說這是人家的創意 人家的巧思 如果這樣的話 以後檢察官都不用辦了 創意怎麼不會變四億 四億太燙了 每一邊十秒比較快 是啊 也衰在一邊 對啊,衰在一邊 對啊 不關寶島一村 或是我們說夢想家 這叫做政府出錢一半的 這不是蘇林什麼營業室的 這是政府出錢一半的 政府出錢一半的 政府的政府是大家 如果說照整個拜堆 大家就照拜堆 你拜有你就有 拜沒沒辦法 那為什麼要保留給一些 所謂的貴賓特權人士 這我就說這是... 你忙小看這件事 這是分配正義的問題 對不對? 這條錢政府開應該是全民來共享 那為什麼要特別保留給那些人 那些人是自己什麼關係 頭到國動大哥問得很好 你說那些人說 是... 是... 農民還是說一些 跟這個節目跟這個製作 有功勞的人士 我們大家沒話說 我們... 我很想知道 那250位貴賓 跟你媽政府什麼關係 那真的說只有記者而已 如果是記者 我請問... 是... 哪有的記者 是不是... 會給你什麼社論 買廣告送社論的記者 還是什麼的記者 所以我請問... 你們看小事情 我說這是分配正義 到底是誰人 可以讓你他們... 開政府的錢 來交代這項人 這才是可怕的地方 波老師 那天演的時候 前八天沒什麼人坐 說說說說 第九天開始後面 菜點火燒 大家都... 幾百度火燒 等一下我們先開放給大家Call in 來 先休息敬文告 幾百度嗎 幾百度嗎